在深夜的公交车上 打扮暴露的女孩跟踪着一名男子下车 她心怀不轨地走在对方前面 突然回头质问对方为什么一直跟着自己 男子感到莫名其妙 不想与失足少女有任何关系 然而女孩步步紧逼 想从这个看似好说话的男人那得到一些钱 她一上来不是威胁就是勾引 男子的言辞也从温和逐渐变得刻薄 随后在女孩气急败坏的辱骂声中 不耐烦地离开了 谁料冤家路窄 几天后两人再次意外相遇 可以看出女孩这几天没有回家 依然穿着同样的衣服 她能感觉到女孩已经走投无路 否则她不会堕落至此 当女孩向她借十块钱买饭时 她直接将女孩带回了家 起初她只是想帮帮可怜人而已 然而女孩接下来的行动 却深深地打动了她 亨利的家很简朴 狭小的空间里只有一个沙发 她为女孩准备了食物 但刚吃完 她却试图伸手触碰女孩的大腿 女孩立刻抓住了她的手 表示这种行为是另外的价钱 可亨利并没有这些歪心思 她只是注意到女孩身上触目惊心的伤痕 女孩觉得亨利是在装成证人君子 用轻蔑的语气让她别演了 然而亨利并没有生气 将她带到卫生间 为她处理伤口 最后递给她一块干净的毛巾 告诉她可以在这洗个澡 甚至把自己唯一的床让给了女孩 自己则睡在地板上 女孩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她感受到自己原本冰冷的世界 因她而稍稍变得温暖 可她怎么也想不到 这么温柔的一个男子 内心隐藏着可怕的过去 她小时候从未见过父亲 只有母亲和外公陪伴 外公和母亲每晚都在一起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知多久 母亲服药自尽了 亨利长大后才明白 外公对母亲做了什么 但外公如今已经成了精神病 亨利只要想到自己的出身 和默默保护自己的母亲 她都会无法自控地哭泣 在这种压抑和扭曲的精神环境下 她的性格逐渐变得内向和忧郁 甚至为了不与任何人建立感情 身为教师职业的她 经常换学校工作 她今天来到了一所排名垫底的学校 这里的学生不服管教 就碍于老师对抗 甚至连校长也无法应对 亨利一来立马遭到学生们的辱骂 女孩被男学生的话戳中痛点 因为肥胖是他最自卑的事情 亨利直接把这个男学生请出教室 不料他的好兄弟要为他出头 亨利平淡的语气中 蕴含着学生们不曾见过的力量 课堂近奇迹般的安静了下来 亨利让他们自己为自己写葬礼致词 他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让学生们审视过去 从而真正明白人生的意义和追求 课后 胖女孩问亨利为什么帮助他 亨利说因为这是他身为老师的职责 但胖女孩显然不相信这就是全部 他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亨利似乎感觉到了某些东西 但他不愿意深究 毕竟一个月后他将离开 踏上孤独之旅 下班回家后 亨利突然发现女孩带了客人回了家 他大发雷霆地赶走了对方 要求女孩换床单 吃阻断药 然后 他严肃地教训女孩不应该不自重 但意识到自己过于干涉时 他又改口说至少别在他家里这样 亨利的话深深地烙印在女孩的心中 他知道亨利是真心为他好 特别是看到亨利仍然自愿地睡在地板上时 他的感动无法言表 于是 他用好奇的语气问亨利 那天晚上在公交车上为什么哭了 亨利没有回答 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悲伤 他不愿意和任何人提起他的痛苦过去 那些痛苦在他心中逐渐膨胀 将他拖入深渊 这天 一个男孩救了一只小猫 可以转身 却露出了裤兜里的榔头 他把小猫放进袋子里 疯狂锤打 天使和恶魔转换得如此迅速 这让亨利很是不解 直到男孩说 自己童年生活太过憋屈 只是想找一个方式来宣泄时 亨利彻底沉默了 因为他也同样生活在黑暗童年的禁锢中 不同的是 随后他在课堂上 朗读了学生们自己写给自己的葬礼致词 平时调皮捣蛋的学生们 在文字中流露出内心的伤痛 原来 每个人都有着无法释怀的一面 每个人都在内心深处挣扎 在这一刻 整个班级仿佛凝聚成了一股绳 绳子的另一端被亨利牢牢抓在手中 从那一天开始 学生们努力学习和听讲 因为他们意识到只有勇往之前 才能逐渐解脱内心的痛苦 这正是亨利想要教给他们的道理 那位胖胖的女孩用画笔记录下了亨利的每一个瞬间 亨利成为了他灰暗人生中的一束光 他从小到大因为肥胖 一直饱受同学们欺凌 导致内心世界扭曲 摄影和绘画风格变得迥异 亲生父亲便一次次辱骂他 于是 在巨大的反差对比下 胖女孩对亨利的喜爱不断加深 而同时 学校的女老师也对亨利新生好感 可无论女老师多么优秀和主动 亨利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是肮脏变态的产物 回到家后 亨利发现女孩竟然为他准备了烛光晚餐 然而 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感动 而是生气 他明确地告诉女孩 别妄想他们之间会产生感情 可说着说着 他再次心软了 温柔地向女孩表示感谢 这也再次给了他希望 于是 女孩一大早就为亨利准备了早餐 听话地配合他去医院做检查 然后缠着他去逛街购物 他用自己全部积蓄 买了一枚戒指送给亨利 累了就依偎在亨利肩上小睡 在这个充满尔虞我诈的世界里 只有亨利能给他安全感 这次 亨利没有将他推开 他冰冷的心仿佛有了一丝松动 两人的关系在交往中逐渐升温 女孩也逐渐了解了一些亨利的过去 某一天 外公突然病重 亨利来送他最后一程 外公看着亨利 仿佛又看到了已故的女儿 他不断诉说着自己犯下的错误 亨利内心波涛汹涌 他恨不得亲手解决这个恶魔 但他又明白外公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亲人 只能强忍怒火 甚至他以母亲的口吻询问 外公带着亮姐离开了 亨利的孤独又加深了一层 好在女孩始终陪伴在他身旁 默默抚慰着他内心的创伤 几天后 胖女孩鼓起勇气向亨利表白 亨利轻轻地扶着他的肩膀 他明白女孩只是在寻找心灵的寄托 然而女老师恰好赶到 胖女孩慌忙逃走 亨利不放心地追了出去 却被女老师误会他有不良企图 这压垮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亨利多年积压的负面情绪终于爆发 他红着眼睛离开了教室 没有人真正理解和认同他 他越发坚信之前的决定是正确的 像他这样的怪物注定会孤独一生 任何接近他的人都会变得不幸和痛苦 于是第二天 他为女孩准备了早餐 告诉他已经通知福利院的人 从今天开始 他们将再次成为陌生人 面对女孩的真情流露 亨利还是无情地打开了门 亨利孤独地靠在门上 随后默默关上门 狭小的房间再次恢复了空荡荡的状态 空气中弥漫着痛苦和悲伤 他尝试恢复过去的状态 却发现换来的是更大的伤痛 于是 他选择再次隔绝自己和世界 默默舔是无法愈合的伤口 亨利离开那天 同学们都非常不舍 而亨利面带淡然的笑容 淡望着镜子中的自己 双眼却充满忧愁 随后他在校园里遇到了 许久未见的胖女孩 他今天特意化了精致的妆容 摆了一桌他亲手为亨利准备的糕点 唯独为自己留了一个黑色的枯桑脸 他在里面放了大量的毒药 决定在最心爱的男人面前 告别这糟糕的人事 一阵寒暄和告别后 女孩当着亨利的面 吃下了黑色的糕点 看着他痛苦的模样 亨利发疯般地上前抢救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孩消失 这一刻 他的声音止不住颤抖 女老师用复杂的眼神看着亨利 但亨利说自己现在只剩下一个冰冷的区桥 至于灵魂被丢在哪里 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亨利再次出现在女孩的视线中 女孩的眼中闪烁着夺目地泪花 然后毫不犹豫地投入亨利的怀抱 亨利紧紧地搂住他 他终于决定彻底地向他敞开心扉 可他的内心依旧充满了悲伤 因为他收到了医院的通知 女孩因工作而染了病 阳光如此灿烂温暖 但在亨利内心 没有一束光能照进来 就像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家家缪所说的 我的灵魂与我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 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 亨利在孤独和毁灭中寻求超脱 在治愈和被治愈中感受绝望 孤独是他人生的底色 但他仍然在等待那束独特的光芒